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云团 我们常常是以刻板的意向来定义香港的 比如密度极高的景音大厦 纸贼金迷的购物中心 天价的住房 而当问起香港男女的爱情故事和爱情观念 大陆人可能就显得更加陌生了 于是志明与春娇隐喻而生 在现代香港快节奏的背景下 志明与春娇描绘了张志明与春娇 两个普通男女从相识到相爱的全过程 从细微处始 全景展示了港男港女的香港爱情故事 电影名志明与春娇 早就已经旷定了电影的格局 这不可能是一部用宏大来征服观众的大制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早在1999年 5月天就发布了一首 讲述普通男女爱情状态的同名单曲 据悉创造时 阿信正式把全台湾最普通的男生和女生的名字 相结合来为这首歌命名的 志明与春娇代表谁呢 代表于茫茫都市漫漫人海中 寻觅真爱的每一个你每一个我 罗斯可里做道场 虽说这是一部难当大雅之堂的小格局电影 导演的创作和将心却一点都不小 电影创作最难的是打动人心 一部作品背景可以是假的 故事可以是虚构的 但唯一不能假的是情感 为什么说爱情电影难拍 因为爱情这个东西 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 身边的每一个人全都见过 也全都必须的东西 导演们用力过猛格索真情 却显得假大空 而倾听点水 又会可学搔痒 难以触动心弦 而彭浩翔 做了许多导演都做不到的说人话 用成人黄枪和串联的小幽默 把小情小趣发挥到极致 在2010年 资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发短信 是男女传情最常见的方式 一句隐秽的I miss you 倒进了多少暧昧和秋波 知名宇春娇里的男女 都不是完美的 各有各的缺点与不足 张知名永远那样幼稚 不负责 但他很自然的 就会给宇春娇点印 两个人一起无聊的 看飘起的资料袋 宇春娇一直都有 大龄淑女的不安和焦躁 而张知名用那句 因为我们相爱吧 或遍全球的台词回答他 虽然你大过我 但是我比你高啊 这些精巧的小才华 让知名宇春娇 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赢 当然这部电影的成功 演员同样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两千话和余文乐 展现出了非常精彩的演技 两千话 易感昔日傻姑的形象 在知名宇春娇中 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造型 电影却上映 已经接近八年 但张知名给一头子发的 宇春娇 点焰的经典场景 到今天 依然让许多观众 记忆犹新 高笑背后 现在都是男女的烟火爱情 出现端倪 除了猥琐 欠让人心照不宣的 混沌子之外 男女在面对爱情时 互相的猜疑和试探 以及被后而展现的 有些事 不用一个晚上做完的温情 才是电影真正的内核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 不宣不散吧